哈囉大家好我是PFI 好久不見了各位 來我們這次呢來看一下 好其實就是我終於召喚出了一個六星的轉移 但是這次的對手呢是有這麼一點浮誇的 十六級的太陽光盾 這次的對手實在是有點誇張到吧 來我們來看一下吧 首先呢一開始他沒有召喚出太陽 我還有這麼一點點開心 不過他的盾牌的攻擊一顆就高達六十了 如果假設七等是十的話 那生一等是生一等加十的話 六級的話是至少十二等耶 天啊這等級也很可怕 十六級的十六階的十六階的就是不一樣 好沒關係我們繼續看一下 然後一開始我這邊召喚出的是 我現在是只有一個颱風骰在撐啊 然後兩三顆冰骰這樣 轉移終於出現了 不不不轉移 生長生長出現了生長出現了 來看一下吧 然後他那邊目前是一個二星的太陽 跟一星的太陽兩顆 目前他不需要在一到四星的情況下 就可以把怪物完全的推回去了 哇這傷害也太誇張了吧 每一顆幾乎都是六十耶 他每一顆都六十嗎 我是遇到了課金大佬了 應該是吧 對應該是吧 然後這邊有四星的 四顆二星的生長 好希望可以生長出好東西 我現在發現我的暴風雪有點太多了 還出現一個三星的暴風雪 喔有了有了 三星的颱風出現了 應該可以撐一下 多少可以撐一下 又很尷尬又很尷尬 兩顆三星的颱風 我暴風雪的事實有那麼一點多了 已經出現兩顆三星了 我現在傷害量 喔有了抵回去了抵回去了 我目前的傷害量呢 目前是比對方還強 不過因為我已經是升級了 我的颱風閃的關係 如果他對方升級他的太陽的話 應該就可以直接把怪物給推回去了 好我們現在目前看到 我這邊的傷害量是還算夠的前提 喔沒有他太陽四顆召喚出來了 應該可以直接把怪物給推回去了 他把太陽升級到了 呃兩等 好輕輕鬆鬆就把怪物給推回去了 根本沒在怕了 尤其是他在搭配盾的情況下 那個範圍技 根本是把怪物秒假了 你知道嗎 秒假了 然後我這邊有一個 二星的生長 跟二星的生長在對面 沒有用 沒有出現一個三星的生長 有了三星的生長 說講就講 好看一下 現在對方只有兩顆二星的 跟一顆三星的 跟一顆一星的太陽 這四顆就可以把怪物 直接給秒殺掉 這傷害有這麼誇張嗎 太陽有這麼強嗎 有強到這個地步嗎 唉怎麼又是封印王 我想要的是轉王 你知道嗎 現在轉王的話我會覺得很爽 哈哈哈哈 四星的成長 兩顆四星的成長 在這裡 目前沒有還好 標配的四顆 四顆暴風雪 唉沒有我合掉了 變成一個三星的轉移 沒關係三星轉移就先放著 現在傷害量呢 我目前還是可以撐得住的 對還Hold得住還Hold得住 因為他現在等差實在太多了 如果這時候是用元素暴風雪的話 就跟他拖後期 可是我現在沒辦法 我現在只能期待轉王出現 我才有那個機會可以贏他 對如果沒有轉王的話 看情況啊看情況啊來 喔六星的颱風 不過在那個位置是有這麼一點點尷尬 如果他在五星成長那個位置的話 就會好很多 現在這個情況 唉唷有了有了有了 剛好對角線 都是六星的颱風 還行還行還行 不過我的上壓已經完全 跟隔壁的太陽沒得比了 他怎麼突然出現了一顆五星的 五星的太陽在那個位置 五星的太陽然後搭配三星的光光光光 他光光光直接升到滿耶 光光光升到滿 然後太陽升到四等 然後盾是三等 盾太陽也升滿了 哇天啊等一下 我現在是要升級我的颱風的意思 應該是應該是 喔他在哭 為什麼要哭 他為什麼要哭 欸我比了一個讚回去 好你們不覺得那個讚的聲音很棒嗎 對那個聲音 很好聽很好聽 很像在調景 好我生長出現了一顆三星的成長 不過我的上壓量其實是 已經有這麼一點點 不過我跟那個太陽比起來 太陽光盾有這麼誇張喔 雖然說他等級是很高沒錯啊 對啊不知道不知道 但是暴擊有到四千 什麼意思 一千四 他攻擊強是一百的話 一千四的話是十四倍 現在攻擊可以到十四倍嗎 暴傷我十四倍 還是我算錯 好不管沒關係我們第二王出現了 二王 在二王的情況下呢 他應該 欸他現在走 被擋不住了 直接秒掉 直接秒掉 太扯了 真的太扯了 怎麼又是封印王 三個封印王欸 我現在很期待轉王 現在是 只要出現轉王 我覺得我就有勝率 我就有贏的機會 如果沒有的話 就有點尷尬了 好我們看一下 剛剛是二王嘛 等一下出現三王 第三個封印王 可是封印王其實說到底沒什麼用 對如果在攻擊傘很多的情況下 對 除非他封印王封印到他的五星太陽 這樣我說不定還有點機會 可是 因為太陽 因為骰子那麼多 要封印到那顆時代 幾率有那麼一點低啊 對 那麼一點低 不切實際有 那麼一點不切實際 我目前的傷害量 我覺得是還可以的 按照之前那個轉移的比起來 這一局的 這一局的颱風的傷害量 我覺得是夠的 對夠的 可是我颱風已經生滿了 怪物還是沒辦法推回去 不行 這真的是 這真的是一個弱項 用這個牌子的話 幾乎是沒辦法把怪物給推回去的 很難推很難推 不好推啊 真的 好都是靠我那兩顆六星的颱風在撐 喔有啊 第三顆六星的颱風在左下角 哇這 好白陣欸 白陣欸 還有一個 中間有一個五星的颱風在那邊 不過傷害量其實是沒有辦法起來的 真的 起不來 真的起不來 然後我目前還沒有把轉移到 還是其實有 只是完全被忽略掉了 有一個 一對四星的轉移出現了 不過現在丟很像 沒有那個意思 沒有什麼意思 好 5 4 3 2 1 來我們第三個封印王 第三王 三王 喔這樣能打到三王 好沒關係 三王到三王的時候就應該結束了 不過按照對面的情況 我應該是還不會招 而且我目前的傷害量還夠 對如果正常情況下的話 傷害量應該是不會到這一局這麼歐啊 這一局算還蠻歐的就對了 可是對方也超強 對方現在把他合 欸有了又出現了 好會控制喔 對我現在觀察了一下 他其實沒有 不會把他的太陽 不會把他的那個 小丑全部拿去複製 對不會把小丑全部拿去複製 會留著 會留幾顆 欸沒有剛講完他就開始複製 好只要他沒有到一到四顆的話 我贏的機率就是有 可是如果他開起來的話 我就沒有了 對瞬間就沒有了 我現在只能出現 期待轉王的出現 然後他又剛好守殘 或是非常的飛這樣子 不然的話 我覺得我勝率實在有充一點低 也只能賭他的臉不好 因為我這次也是臉好 才可以撐到第三王 快來現在快來第四王 第四王轉王出現了 我覺得我有這麼一點點機會可以贏欸 四王是轉王 在轉王的情況下 對方又是太陽光的情況下 應該我應該這個勝率是有高中一點點吧 只要他沒有太歐的話 可是前提是我要撐得下來 這一波攻擊還有20秒 我在這麼歐的情況下 這個牌組撐不到三 應該是到五王應該直線了 這個四王應該已經快不行了 已經沒傷害了你知道嗎 打一招打太久 然後對方剛好沒有把一到四 唉唷召喚出來 好會控喔 幾乎常駐欸 天啊他把 不斷的在召喚實在同時 不斷的維持版面有一到四顆 不行他現在也沒關係 時間也到了 來我們來丟出去吧 咱們的四星轉移 出去了一隻 然後再複製 沒有這一回合沒有 然後他也沒有任何的傷害技能 我覺得我現在還可以 可是他轉王的血量 已經快要見底了 沒有 就這樣直接把他網出離掉了 直接然後我丟了一隻五星的轉移過去 很像也沒有用 根本撐不了多久 其實還是可以撐一下的 可是有這麼一點碗出現的 其實我 六星的 六星的轉移王出現了 可是傷害量很像也沒有辦法 根本注意 他已經把四星的 四顆的太陽骰全部召喚出來了 我這隻王應該是沒有辦法 給他處理掉了 我現在後來會 現在回頭看 這樣發現 不應該這樣丟的 對我現在是完全犧牲掉自己的傷害 只想把轉移全部丟出去 沒救真的沒救真的沒救 欸不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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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玩 不能這樣玩 我現在穩輸了 對這一波沒有打下來 我就輸了我就輸了 可惜我的王 我的轉移王沒有跟著轉王一起出現 尷尬尷尬 我是分批出現給他打死 不行啊不行啊 這個沒救了 其實我這時候應該投降了 我現在只是在 垂死掙扎而已 而且其實就算轉移王出現了 那也 經不了多久 你知道嗎 現在就爆了 其實走不了幾步就爆了 我現在兩顆七星的 兩顆七星的那個颱風也沒有用 剛剛又出現一個六星的轉移王 可是 對沒有用 爆了 爆了 撐不住撐不住 來 所以這個組合到極限是五王 除非你傷害量更高 爆傷更高的話 我又因為這樣要掉回十一件 OK 好那今天影片就到這裡 我是PFY 我們下次再見 3 2 1 拜拜 掰掰 如果有什麼組合想要跟我分享 或跟我一起演示的話 就在Discord裡面私下留言給我吧 好那今天影片就到這裡 另外的Discord群已經開放了 如果想跟我聊天 或跟我一起玩的話 歡迎進來吧 雖然我不常出現就是了